歡迎收看江蘇衛視 是冠方山楂树下 《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 孟菲 欢迎收看江苏一世《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菲 欢迎大家 欢迎陈铭老师 《非诚勿扰》 由冠方山楂树下冠名播出 山楂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非诚勿扰》 由港容蒸蛋糕特约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非诚勿扰》 由狼牌特区战略合作播出 与狼共舞 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由港容蒸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 《自然好礼》 与《挚爱分享》 本场女嘉宾 将获得特种兵 生煞椰汁 提供的《挚爱好礼》一份 本节目由专注高端 挂面35年的 陈克明面条赞助播出 《湘心就上 《非诚勿扰》 吃面只吃陈克明 一面之交 终身难忘 《非诚勿扰》 由暖心合作伙伴 999感冒0赞助播出 999感冒0 暖暖的很贴心 本节目由 明月镜片合作播出 明月镜片 全国销量领先 品质放心 下载荔枝新闻 换个角度看乡亲 解锁高甜恋爱宝典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真爱网 百合网 世纪家园网 荔枝网 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制推女生 由百合情感提供测评支持 来百合情感 解决你的交友困惑 有请今晚24位 美丽的单身女生 24位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观众朋友已经发现了 今天那边坐的 只有陈铭老师一个人 缺了一位 我们尊敬的 喜爱的黄岚老师 其实也没事 就是在春节录制节目之前的一次 在家里边不小心腰扭伤子 现在卧床不起 我们用掌声祝她早日康复 好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与狼共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有请本期第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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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陈嘉峻 然后来个上海 今年25岁了 有一点紧张 对不对 对 见到我久仰的孟老师 本嘉宾有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我们的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我希望我的女友可以记录我的帅气瞬间 那首先你得帅气啊 她觉得是OK的 3号 你好 男嘉宾 你现在穿的是七分裤吗 卷起来了 然后你是觉得这样的造型是很帅气的 对吗 受到质疑了 因为我平时的话比较喜欢穿运动装跟西服 今天穿的就比较 混搭 没有 我觉得这个也很帅气 但有点乖乖的 显得腿有点短 腿有点短 腿有点短 其实我挺高的 我都一米九了 你看她能有多高 9号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王淼 来自辽宁大连 男嘉宾 我想问下你 如果我在拍照的时候 给你拍的可能不是很好看 你会生气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那个环境下你已经是我女朋友了 我觉得我女朋友给我拍什么我都很开心 但是我的男朋友如果给我拍的不好看 我会不开心 没关系 我是摄影师 然后我们公司还有大量的后期什么的 绝对给你弄得很好看 重点在大量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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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拉长 腰搞细 这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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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女友跟我吃饭的时候 她只是看着我 软超超 那她在吃饭的时候 她帮你记录你的帅气时刻 我想问一下台上哪些女生是和男朋友吃饭的时候是只看不参与吃的 有没有这种 三号是你吗 孟老师 我就是跟之前男朋友吃饭 是我没有拿过筷子 这样算吗 就我吃 但我没有拿过筷子 就全程都是她喂我的 连筷子碰都没碰 吃了一个小时 这个特别环保 那男嘉宾喜欢这种类型吗 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 你喂她一个小时 她不动筷子 我下一场她喂我一个小时就好了 我觉得这像两个生活不能自理 躺在床上就要喂我 我估计黄岚这会儿躺床上就是要人喂的 我认为吧 谈恋爱两个人秀个恩爱 显得甜蜜 你喂我一下 我喂你一下 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喂一个小时 大家对你们的健康状况和智力状况都会表示担忧 什么呀 李美侠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建议你女朋友吃的比你多吗 这个就一点不建议了 就是我就是超能吃 我特别爱吃火锅 我是那种基本上就一直吃的那种 就停不下来 像你这样吃火锅 我觉得那个山楂树下你背一箱 你可以从中午吃到晚上 从晚上吃到夜 它一直在消化对不对 对 好看第一条片子 你问我最难忘的照片 那得从这张开始讲起 照片上的我六岁 在家中排行老山 还有两个姐姐 算是一个从小被宠大的男孩 但我很早就经济独立了 但我很早就经济独立了 最初西藏油没有现在这么火 我和朋友自驾进帐 当时身上只有两万块 就花掉了一万五 不过进帐确实让我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回来后工作更加顺利 一个月就把进帐的钱赚了回来 因为和姐姐们拍婚纱时的触动 于是我和朋友一起 开了婚纱摄影工作室 在拍摄婚纱的工作中 我发现男生和女生 对于拍婚纱的心态完全不调 女生非常喜欢 但男生就想快点结束 我会和新娘打透 对男生脸哄该片 最终圆满完成拍摄 看过了不少情侣 也拍过了很多对新闻 希望早日能遇见我的那个她 定格下一条 最美的婚纱 我曾经跟很多人 包括台上的女生 我们都讨论过 在兄弟姐妹这四个品种里边 如果我们可以选的话 陈铭觉得最优先选的是哪一个 妹妹 为什么呢 你是很少见的一款 可能因为我没有吧 我做这个调查的时候 大多数人选项 第一名是姐姐 排名最后的选项叫什么 弟弟 对了 弟弟 你看姐姐多好 姐姐能照顾你 像妈一样 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最没用的是弟弟 除了跟你要钱闯祸 你说他还在干什么 我就是那个弟弟 这是一个被宠达的孩子 这感觉一个还挺好的吧 14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你讲说 你有两个姐姐都特别宠你 我真的觉得很羡慕 但是我呢 就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嘛 然后我唯一觉得 被宠爱的时候 就是我生病的时候 每次我生病了 我妈妈对我就会轻声细语 然后就问 宝贝 你好点没有啊 想吃点什么啊 尤其是在我感冒的时候 我的妈妈就会给我买 999感冒领 暖暖的 很清晰 那好 妈妈 我觉得吧 同样的话也分年纪 像你刚才说的那一幕 在我听来就很温馨 我在想 我这岁数躺床上 如果有人跟我说 你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多可怕呀 2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你不喜欢 打卡式的旅游 你的旅游方式一般是怎么 计划和安排的呢 偏远一点 或者是说就能小一点的地方 我给你分享一下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感受 任何地方都OK 只要你想去 时间很重要 像我任何长假都不出去 周末也不出去 他们上班我就去 我到很多警局 就像我一个人包场一样 我这样说 会不会被人打死 9号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你 你有看过 《从你的全世界》 录过这部电影吗 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情节 是毛十八跟立志求婚 是在亚丁山的冲锋草店 然后我一直也有一个愿望 就是我的婚纱照 可以在那里拍 收费 都说价格 如果你是我女朋友的话 就带你去拍好了 OK OK 还有这条件 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在这 你还没找到我吗 3号就是那个吃东西 要人喂的那个 然后我之前就是去 我去西藏自由行过 就我一个人 然后我当时去了 珠峰大阪营 那你当时有去大阪营看流星吗 那一去的话 其实挺可惜的没有去 因为临时有工作 直接从拉莎飞回来了 我觉得有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很好看 很漂亮 好的好的 哎 她要跟你去 她要跟你去珠峰大阪营 那边要跟你去亚丁拍婚纱照 你的档期要排一排 你刚才她说那个挺有意思 拍那个婚纱的时候 男人和女人的心态 女人都是什么心态 全世界今天我最美 男人是什么心态 放我回去 男人是什么心态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条视频 来看看 问硬和新郎 是如何拍结婚照的 先往这边走一点点 往这边抱一下 抱一下 亲了嘴 好好亲了嘴 好好亲 不要绝嘴亲 问你亲了来来你亲 问你亲了来你亲 我们台上有谁照过这种婚纱照的 那现在看到这个人 熟悉吗大家 这是陈铭老师的结婚照啊 你这是从哪儿找到的 我的天 哎呀 我的天 还真是不出来了 你看这个 这个比较好人 这个就在我们学校啊 那个建筑我去看过的 武汉大学的英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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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大学辩论队 得不到的永远在烧动 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 我有过两段印象深刻的恋爱 从求而不得到有恃无恐 上学时遇见一个女生 对她一见钟情非常的上头 她想要什么我都会买给她 对她百依百顺 但她对我总是很冷淡 叫她吃饭她也不愿意 跟我打游戏也不愿意 见我朋友还不愿意 太多的付出得不到回应 感觉她根本就不算爱我 两个人就默契的选择了分手 分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发现她发了一条 分手那么久 我想你的动态 我心想她最近没找男朋友 肯定想我 我当时就一机灵 我就给她发消息了 我说你是不是想我了 你刚发布了 我说就是什么网络上 操的什么歌曲要断给 我当时心里可挖凉挖凉的 现在想想还挺难受的 后来遇见那个 对我偏爱的女生 无论我在哪里出差 只要一句我想你了 她立马就会来我身边陪我 还帮我洗衣服洗袜子 我被打宠的 越来越肆无忌惮 好像无论我做什么 她都可以容纳 甚至在和她约会的时候 因为朋友临时约自己去打球 就不管不顾地丢下她走了 她积攒很久的情绪 终于爆发了 直接跟我提出了分手 两段失败的感情 我都会总结原因 也渐渐地开始改变自己 不再觉得感情里的付出 是理所当然的 我希望遇见一个喜欢运动 爱笑的女孩 温暖地域的笑容 能让我每一天都充满活力 我也会成为更好的具体 和你一起并肩前行 2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听你说 你跟前女友分手了以后 是还有联系方式吗 对 那你是还喜欢前女吗 因为我看她发了一条那个 就是说什么想你了 然后你秒给她打电话 那你就心里还有她对吧 就留在那吧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 对 吴雪 那我问一下 如果说你留着前女友的微信 她如果回来找你 还愿意跟她复合吗 不会考虑复合 也不会考虑有微信会怎么样 那如果你心里没有放下她呢 我觉得分手以后 就不可能没有不放下这个原因吧 你已经被吓得如无伦次了 我这个角度看得特别清楚 就是从2号 问出前女友的问题的时候 她在脸上 这个额头上的汗是 非流直下三前十 你跟前女友还有联系方式吗 你留前女友的微信 她如果回来找你 还愿意跟她复合吗 那如果你心里没有放下 不放下她呢 类似这样的话题 大概出现过不下800遍 你还有前女友的联系方式 我想问一下 有前女友的联系方式怎么了呢 你们当中有些人 都没有前男友的联系方式吗 如果你们把这个世界 把生活理解为 只要有前女友的联系方式 就一定意味着 不清不楚 藕断丝连 是不是这样呢 生活真的像你们想的 那么简单吗 我认为有些留着没事 有些删了 也不一定就真没事 我是觉得这个男孩 表现出了一种摇摆的真诚 就其实某种意义上 你也不是一个幸运的男孩 就你遇到了两段 都是比较失衡的恋情 很显然 第一段你爱人多一点 第二段人家爱你多一点 你都觉得不舒服 所以她到这个舞台上来 想找更对等一点的那种感觉 是她的一个西迹 我想提醒女嘉宾的是 不要把过去的那种 下意识地盲目地搬到未来当中 那不是每一段都不一样 聊了半天 21号还留着灯了 有问题吗 我是来自湖北恩师 我叫胡涵 然后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 如果说现在我在跟你吃饭 然后你的前女友 她说她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现在她要你过去帮她一下 就是说你会选择跟我吃 还是就去找她了 你要不然你把那个情节 补充得完整一点 我们好做判断她有什么事 对啊 比如说她说脚崴了这种的 我觉得什么脚崴了或者伤心 肯定不会去 如果说是什么很严重的 影响到生命了 可能会增取你的意见 或者带你一起去 明白翻译一下 就是除了快死了 其他都不去 就是 我们这一届观众很有正义感 这可以是吧 来 21号 留待我们看一下她的直推是谁 陶家俊的直推女生是 山楂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请揭晓直推女生 戴琪 18号 男生性格开朗热情热爱生活 对自我有着完美主义倾向的要求 有好胜心善于做计划 女生性格开朗大方 追求品质生活 有好胜心对亲近的人乐于付出 两个人在一起 男生活显得更开朗 带动女孩一起吃一起玩 一起探索生活的美好 够你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如果跟我在一起了 会不会去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 18号 我比较喜欢拍别人一些 就是搞怪的瞬间 然后记录下来我觉得很甜蜜 21号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在一起的话 可以互相拍一些甜蜜的瞬间吧 来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要选18号有可能被拒绝 你可以带走21号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21号 21号 我为你准备了一个白纱 我没有可能是 我様去讨历了你 kisses 跟他去穿衣服啊 右边 gegeben 把他们带走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港容真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之旅 港容真蛋糕不定 真的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坡 港口鲜果榨的山楂树下 见证百分百真实的爱 狼牌特需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与狼共龙马奔腾 就是说我问的她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她这个回答我还挺满意的 我现在目前在广州 但是我过一段时间会回湖北 如果说真的跟女嘉宾亲头一合的话 就去湖北开个店好了 港容真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祝他幸福 本节目由明月镜片合作播出 明月镜片全国销量领先 品质放心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与狼共龙马奔腾 狼牌特需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好猛猛 好猛猛 山楂树下 鲜果胀 多吃一点也不怕 某渔老师好 陈铭老师好 24位女嘉宾好 我的名字叫梁玲 37岁来自江苏苏州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世纪家园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大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可以教会我做红烧鸡翅 这么简单的菜还要人教啊 李美侠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不会做红烧鸡翅 但是我会做可乐鸡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对红烧鸡翅就是有这个执念呢 因为我的奶奶 他一直会做红烧鸡翅给我吃 因为工作的原因 当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没有赶到现场 所以我就特别怀念这道菜 虽然我很怕油烟 但我一定要学会这道菜 能让我感觉到奶奶一直在我的身边 我刚才没听清 这个男嘉宾要想学红烧鸡翅 你是不会红烧鸡翅会可乐鸡翅是吧 对 你要不要知道一下 红烧鸡翅和可乐鸡翅的区别 可以啊 红烧鸡翅里面加一点可乐就是可乐鸡翅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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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简单 来 欣赏了21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21号女嘉宾 我叫张腾金 来自山西太原 那我刚刚听到男嘉宾说你不会做饭 其实我也不会 然后我也是挺害怕厨房的油烟的 但是你介不介意就是我们在以后谈恋爱或者结婚中 没有人会做饭呢 我觉得如果一个女性啊不会做饭 可能她的工作非常的繁忙非常的优秀 我不介意 那如果只是因为懒呢 你要这么快暴露自己吗 那我 那刚刚没有听到 没有问 我是愿意 非常愿意为了我的另一半去学习新的技能 但是我不愿意以后我的日子都是做饭 我最大的优点就是 比较喜欢干活 太棒了 我就是喜欢家里干干净净的 眼里有活 我到家里面就找点活干 太棒了 这样的男人真的太少了 他好像是哪一个家政公司派到这儿来的 说我眼里有活 就像我们家电梯里边经常换的那个广告样的 又到你了 3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谢谢莫老师 你刚才说想让对方教你红烧鸡翅是因为是奶奶 经常给你做的有味道 是的 然后我有一个相似的经验是 我从小就吃我爸给我煮的挂面 陈克明挂面吗 对 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有记忆感 所以我觉得味道是让人难以忘掉的 你喜欢吃这个面条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怕油嘛 我来做你这个面条 你来做红烧鸡翅刚刚好 那你就不要帮他打扫卫生了吗 你们两人不会同时出现的吗 如果你出现了的话 他去21号那儿就收费了 就变成家政了 家政 好 我来救救你 赶紧去这个话题打住 打住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胆子太大 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 人年龄越大就会胆子越小 心越软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像那种过山车啊 什么蹦极啊 我肯定是不敢了 但是旋转木马啊 碰碰车我还是敢的 你的极限在哪儿吧 就碰碰车是不是就极限了 我这么说吧 双脚离开地的他都不去 就是不飘 李美霞 男嘉宾好 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有跳过伞 就是五千米的高空 然后就跳下来 但是我后面有教练 然后我这样你觉得算非常大吗 胆子 你是不是希望把那个教练换成我 可以吗 你确定吗 你不是胆子很小吗 胆子小并不代表我不敢去做 如果说我的另一半需要 我勇敢地出现在他的身边 我一定会做到 但是我能理解你的那个蜥蜴 但是那个得需要教练的 因为你不太懂 到时候还要弄那个伞 万一 没打开 对 不能有万一 不能有万一 吴玄 男嘉宾你好 那你介不介意你的对象胆子很小 因为我胆子特别小 比方说你在毫无意识情况下 你可能拍了一下 我就吓哭了的那种 拍一下就哭了 微信上拍一下会不会哭 不是 不是 特别是晚上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女生会 更有让别人保护的感觉 好 谢谢 看第一条片子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久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了 老梁 来了 还是老样子 我叫梁琳 朋友们都喜欢叫我老梁 开了一家老梁的音乐餐吧 来的都是老朋友 他们一进门 我就知道 他们喜欢坐在哪 喜欢喝什么酒 我的酒馆呢 七零后 八零后 比较多 特别是到了深夜呢 就只剩下那些有故事的中年人 白天嘛 光鲜亮丽的 只有在酒馆的深夜 他们才能够把颓废柔软的一面 展现出来 有两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 每天固定来店里 一两点钟才回家 他们说回家早 会被老婆骂 老婆觉得 这个年龄的男人 就应该在外面应酬 出去挣钱 才是对老婆 对孩子真正的好 也有很多浪漫的事情 在酒馆上演 亲爱的嫁给我吧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们酒馆尽量有人在里面求婚 每次看到这种浪漫的求婚场景 我还是会很感动 也总会在这个时候 想起曾经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八零后 很快就要到不惑之年了 自制力变得很强 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 我不抽烟 从来都不会喝醉酒 身边的朋友都在慢慢老去 但是我尽量保持在一个年轻的状态 坚持自己的爱好 酒馆气氛好的时候呢 我也会经常自己上台去唱几首歌 欢迎大家来到老梁的深夜酒馆 把你的故事说给我听 孙楠 你好 男嘉宾 我刚才看那个VCR说 您深夜的时候唱两首 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 来 我想问一天你在哪里 我想问问我自己 一开始我聪明 结束我聪明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 她想问吧 我不愿 再逢走 也不愿 每天 每夜 每一秒漂流 也不愿 再多问 再多说 再多求 我的梦 我的梦 好久没听女嘉宾唱歌了 有人想唱吗 3号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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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舟天际 只要你真心 哪来与我幻灵 什么都愿意 我什么都愿意为你 有点琴瑟和鸣的意思 谢谢 我愿意 愿意 她说她愿意 到达金融感 这么快 你愿意为她吃饭吗 她吃饭要是喂 她说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歌词写得多好 她有生活了 就是这么的匹配 那你听在酒吧里边 那这个酒量应该还可以 最喜欢说三个字 是吧 一直喝 一直喝 不不不 我愿意 这个是很有气势的三个字 还有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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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说这个话厉害 酒量快赶上陈鸣了 哎呀 13号 哈喽 男嘉宾 就我特别喜欢酒量好的男生 就带出去 倍儿有面 因为我是个菜鸟 但是呢 要喝就喝我们的狼牌特区 与狼共舞 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9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你的餐厅每天是几点下班啊 哎 我们差不多一两点钟 那如果说你的女朋友 你们两个的作息时间是不一样的 你会怎么去解决呢 这是因为没有女朋友啊 有女朋友 我肯定要把很多的时间留给女朋友 好的 谢谢 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打小我就特别向往那种 比如进一个店 嗯 跟那个店的老板熟悉到了 你爱喝什么 你要点什么 你要吃什么 你坐哪儿 一切的习惯 对吧 全部知道 是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在我们店里就是这样 我觉得对人对事都是一样 真诚是最好的 他们说你参加过江苏卫视 曾经的一个节目 是 这是我们14年第二次见 哎 没想到在这里见上了 对啊 那时候我还很小 不懂我说小 孟爷爷 而且我发现孟卫老师一点都没变 没变是吧 依然这么光芒四射 当时就没有头发 来 看下一条 我觉得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是特别勇敢的 他敢于去面对曾经也敢于去向往未来 这是我曾经不敢的 上这个节目我可能会考虑了三四年的时间 我已经37岁了 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还有一个孩子 像我这样的年龄 我可以不管别人灭灭灯 可以所有人都灭灯 没关系 我只要真诚地做自己就好了 第一段感情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在音乐系 她在舞蹈系 我们在一起两年 女生告诉我该结婚了 当时我很忙 我没有考虑清楚自己是不是应该进入到婚姻的状态 只是觉得女生提了 我应该对她负责 六七年的婚姻时间 我们有三到四年都在分局 我一个人在苏州独自打拼 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 那也不太在意我 我感觉越来越疏远 可能我们两个人唯一的交流 就是在经济上面 这些年 我根本没有感受到真正婚姻的样子 于是我选择了离婚 这段婚姻 让我在经济和感情上 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后来那段感情 她是我的员工 比我小十岁 她的家庭情况也不是很好 一直很缺少家庭的温暖 所以她非常非常地依赖我 在一起之后 发现她酗酒特别厉害 每天都会喝酒 每天都会喝醉 最终 我们俩还是离婚了 我们俩现在选择住在不同的区域 平常也不见面 会因为孩子的事情才会见面 我现在也只能尽可能地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 来去保护对方 我前面两段失败的婚姻 伤害最大的就是我的家人 特别想给他们最后一段很温暖的一个家 可能很多人也听过这句话 年龄越大 心越软 胆子越小 我绝对不会再开展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 如果下一段还会失败 我宁可不开始这段感情 所以我现在特别地谨慎 好 最后留灯的是孙楠 好像孙楠的父母今天来了 是你的母亲来了吗 是我姐姐在下面坐 你在节目当中看过孙楠的表现是吗 看过 看过 现在你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孙楠 可能有过一段婚姻 他们俩都有相同的经历 所以我也一直希望我妹妹 能找到一个特别爱她的 她也特别欣赏的这种男人 希望你是吧 好 谢谢 谢谢 孙楠 您好 蓝家斌 我跟你有过相同的经历 我也有过一段婚史 就是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男生 经过这个婚姻之后 都会说自己没有进入婚姻的状态 就是我一直没有太明白 这个男生婚姻的状态到底指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 之前很多的这个不完美的一些这个经历 是因为自己年轻 没有对未来有一个准确的规划 你没有想到你结婚以后 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刚才说 你不会轻易再去进入另一段 没有结果的爱情 是怎么能来判断它这个有结果还是没结果 因为都在于相处呀 现在相处之后和之前不一样 因为如果现在有摩擦 我知道如何去处理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 总会有一个人 要学会更加迁就对方 等一等等一等 我想打断一下 刚才苏丹自己也说了 她有过一段婚姻 你有过两段 我产生的疑问是什么 经历过婚姻之后 可能理性都足够了 谨慎都足够了 但是可怕的是 还有没有勇气 再进入下一次 是什么会给你们这个勇气 我觉得你们最后要沟通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最后一段婚姻 我一定要选择最正确的 最适合我的 我不想让她再受到伤害 所以这是最后一段 最终极的一段爱情 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 我其实是真的是一个 对下一段感情 相对比较谨慎的人 但是男嘉宾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比我还要谨慎 然后我在想 如果我们这两种状态在一起的话 可能真的 没有办法继续 所以我可能要灭灯 不好意思 孙男你能不能清晰地表达一下灭灯的那个原因 因为他刚才说了 我的下一段必须要正确地 对 他用了这个词 对 正确地 就这个给 最后一段 正确地 对 因为包括我现在也是一样的 我找的下一段 我不知道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 当然我们肯定努力再往正确的方向再走 但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些 然后包括接触过一些男生 好多人是介意我这种有过婚事 他会觉得我不是正确的那个人 所以我怕这种 其实你还是顾虑 对 来看一下他的制推 梁林的制推 他的制推女生就是孙男 擦肩而过 我也想给男生分享一点我的感受 你非常地注重和仰赖确定性 是因为过去有两段波动的伤害 所以现在你的酒店都是熟客 所以你的酒都是老酒 所以你的友都是老友 刚才孙男一直在用谨慎这个词 就是说你比他还要谨慎 就他已经有点担心 他的那把火点不点得燃的时候 你比他更显得冰冷而疏离 刚才最后其实梁林也有给你一个机会 再完成最后一次沟通 那一次如果你的火焰 汹涌地向对方扑过去的话 那一下如果点燃了 那个灯就点燃了 有时候就是一步之遥 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一刻 你们是真的非常合适 你有的正好是他需要的 但你没有给出他期待的 非常遗憾 其实我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 就是我最大的勇气了 我相信一定会找到 未来属于我那一个最后的终极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好 没有牵手成功 我觉得有点小小的遗憾 一号女嘉宾他唯一给我留灯的 我觉得两个人的经历也比较相似 可能他感觉我已经没有勇气了 实际上我想告诉他 能够站上这个舞台 我就有勇气去爱 祝他幸福吧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正好圣子坚 将农回来 卖方山楂树下 分尘勿扰 精彩继续 羽狼共舞 龍马奔腾 狼牌特区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参加树下 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大家好 我叫程子健 来自广东 广州 今年28岁 本嘉宾 由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 来 选青东女生 出来的样子 呼呼声风 而且这一身的穿着 我也一直在观察 就是乍一看就是很简单 那你越细看越 这边还有点披风风的感觉 对 这西装里面是衬衣 衬衣里面还有一个 黑色的不明物体 那就是打底的内衣 男嘉宾在选择 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 《恋爱选择》 港中挣蛋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 N刷某一部电影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人 我到目前为止看了大概 差不多2000部电影 我其中最喜欢的一部电影 叫做《星际穿越》 是诺兰导演指导的 然后我看了它大概16次 每一次我都有新的体验 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很愿意去分享这个感受 好 《星际穿越》 我是在疫情期间 然后找中文配音版本 跟我女儿一起看的 我特别希望让这部电影 成为她对父爱理解的 一个启蒙 就是她意识到这种 真正的父爱能够穿越维度 穿越时间 就未来她人生 遇到任何障碍的时候 她都还记得 不管父亲在不在 或者在哪里 都有某种方式 余老师开始了 我刷过很多遍的是这个 英文版的《阿甘正传》 为什么要强调英文版 和我们中文版相比 你却在哪里 她的英文速度很慢 而且都听得懂 对英文其实是一种提高 所以说你若只看一遍的话 你只是觉得 这个电影很有意思 但是你刷N遍的话 每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3号 像《星际穿越》我也看过 当时我睡着了 记得很清楚 因为那部电影时间很长很长很长 那你建不建议女朋友 陪你刷电影的时候 玩手机或者睡觉 我比较难接受 男女朋友去看电影 其中一方在耍手机 比如说我急得不能忍受这种 我是那种 我要是跟我老婆一起看电影 她去卫生店我马上暂停 等她回来再去一步吧 我就觉得一针画面都不能错过 她有信息量 对 但是她就很不接受 她说你就放着呗 我去干点什么 回过微信什么的 我就会按暂停 会被气到当场去世 第二个问题 我不太能接受我的另一半穿得太淑女 你指给我看台上哪几个是属于比较淑女的 乍一看是每一位都挺淑女的 但是 都是我能接受的类型 我指的淑女是 比如说我比较抗拒丝袜 你觉得穿丝袜选得很淑女吗 我觉得算 我觉得挺 我对丝袜的理解 好像是另外一个方向 在我看来我觉得 肉色的丝袜和黑丝 都非常淑女 我都觉得挺淑女的 黑丝很肉色的 红色的不太淑女是吧 红色的丝袜更淑女 红色的丝袜更淑女 等一下 你先解释一下 你的词典里淑女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就是更能展现女性的柔美 你觉得性感一般是穿什么呢 可能她不穿丝袜 只是光 不穿丝袜 是吧 光腿 对 罗兴月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你对女朋友的穿搭 穿着很 要求很高吗 我没有要求很高 但是我更能接受 她穿得更中性一点 中性 就是 对对对 有一种理性和知性的美 你看她的这个穿着 她一定是有什么想法的 虽然这个想法不一定都能理解 但是她肯定是有想法的 许多彤 就是你喜欢那种 就是叠加得比较复杂 穿得就很高纸的那种暗黑系了 我是比较喜欢暗黑系 但是不一定要特别复杂 身上有小细节会很加分 对我来说 你就挺复杂的 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 洋葱 看第一条片子 你问我最喜欢看什么片子 我都说不清 看一部电影 就好像体现了一次人生 因为飞机可以这几个天空 所以我可以飞行 成为一名空城后 飞遍国内外基本所有的航行 用了三年零六个月 也认识过机舱内的空中安全员 经常长途飞行 有时一日几餐吃的都是飞机餐 重复和乏味 让我会重新用黑科技 改变食物的口味 空城这个职业 满足了我对世界 新鲜的认识和探索 这一种体验也是一种人生 为了更新生活的模式 我重新改行 变成了团操健身教练 教团操最重要的是 交友氛围和感染力 我会把我的热情 发射给每一位学员 课后我们也会一起互动 我永远都是那位气氛带动者 我们终起一生 不过是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因为没试过 所以会在不断的体验中找寻 所以我看过两千多部电影 看别人也是看自己 找到快乐得到满足 哪怕快乐很短暂 我也要现在就拥有 李美翔 李美翔 您好 您之前是空中安全员 那你为什么就是转行 去做团操是吧 对 当时做乘务员的时候 也是机缘巧合 进到航空公司的 这个职业能满足我对旅游的 一个爱好和一个喜欢 其实到飞了三年 我们把各大的航线都飞完以后 我其实对这个期望已经满足了 我就想体验一种新的 不一样的生活 我选择了团操教练 谢谢 来 你要不要展示一段 你们那个团操 好的 那个4号 6号 来 罗欣燕 准备 来 左右踏步 你还好吗 OK 跟我做同一个动作 来 左边 1 2 换 继续 很好 很好 那是好 来 新动作 小跳 好 谢谢 特别像在飞机驾驶舱前面 一个空车和三个空姐 正在跳舞 17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在私下生活当中 和朋友在一起 也是属于比较能聊 那种气氛组的这种氛围吗 其实我在私下生活当中 也是一个气氛调动者 女生特别容易 我觉得就是 夸你今天的妆容特别好看 你的发型弄得特别好 比如说你今天耳环很好看 你的项链特别可爱 一般女生听到都会特别地开心 男生更简单 你的鞋真帅 就是我在私下呢 就是聚餐的时候 属于一个比较贴心的角色 我当看到有人 吃多喝多呢 就会给他们送上一瓶山楂树下 喝完身体很轻松 没有负担要推荐给男嘉宾 徐若彤 就是气氛组嘛 就是你平时工作的状态 那你日常生活中 你也就是那种天气 这样子嗨的吗 我会有两面 回到家里面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不可能是这个状态 在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的时候 我可能会安静很多 那你前面说你也会 经常会夸女孩子 那你不会觉得就是 经常这样夸那样夸 会给女生造成一种错觉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这种的 对啊 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分寸的 点到即止 比如说你今天的耳环特别好看 说你今天的耳环特别好看 就要是女生她会觉得 不会的 一说这么多姑娘她都夸一遍 你傻啊 而且她刚才那句话 我觉得就很有分寸 在夸许若彤的时候说 你今天的耳环特别好看 就明明你的脸在中间 但是毫不评价 好 看下一条 拍拖对我来说 走起等车 你永远不会知道 这班车上有谁 有没有你想等的那个人 我第一次见到她 是在学校的餐厅 不知道她的名字 说过了要电话的第一时间 于是去学院官位下 海搜女生的账号 翻遍了官方号的粉丝列表 艾哥的翻头像和微博相册 从晚上七点多 一直翻到了第二天凌晨两三点 终于奇迹般地找到了她 私心告诉她 我想认识你 一个月以后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在一个学校的我们 两个人忙着各自部门的活动 做不到常常见面 就和异地恋一样 彼此的矛盾和不理解 就渐渐冒出来 我会拉着她 两个人一起喝点酒 反思各自在感情里的问题 把不好意思说的心里话 借着微醺讲出来 每次坦白剧后 两个人的关系 会变得更加融洽 可解心结的速度 跟不上记心结的速度 现实的阻碍一直横在我们之间 她就跟我铁了分手 后面遇见的女生是一位调酒师 自己去喝酒的时候都很少说话 但我们比较有默契 我连续去了半个月 她每天都会调一杯不同口味的酒给我 两个人在一起我喜欢简单一点 对于她来说 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送礼物 每次都送我很贵重的礼物 然后我再回给她 一来二去就好像在比赛 没有节制的赠送 会让两个人都有压力 而我交停了这场比赛 以后的人生 我希望是两个人一起去体验 我相信所有的遗憾 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惊喜做铺垫 我期待一个与我兴趣相同性格相反的你 让我们产生化学反应 这一次不要再错过 刚才有个词叫微博海搜 有这个不同时代的平台不一样 我们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人网很火 我碰到过的老人 是有人在微博上给我留言 说我上次到现场来看录像 我坐在这边 那边有个妹子咋得好好看 然后他偷偷拍了个照片 他就指这个 他就画了这个 让我去帮他找那个观众席里边的妹子 我上哪儿找去 而且他说是2016年的时候 有一场节目 过去五年了 他来看了一场录像 对面一个妹子 我都当妈了好吗 人家 有一个词很好玩 攀比式的送礼 你送我一样 我送你一样 你送我一样 我送你一样 价格越来越贵 越来越贵 然后你说你叫停了比赛 我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叫停了 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女生跟我的价值观有些不一样 因为她认为她给我送贵重的礼物 会想得到回馈 她会拉着我去吃比较好吃的 比较贵的餐厅 然后都是我买单 我就变成了一种很被动的状态 就跟我的观念不太符合 因为我认为你送我贵重的东西 价格昂贵的 我不见得会还你一样贵重的 但是我会跟你送一个心意相同的 来 最后一个问题 16号 不要想知道 去多少价位的礼物 在你眼中是比较昂贵的 超出我经济能力范围的 比如说我挣5000块钱 我要给你送4000块钱的东西 我可能做不到 明白 最后留灯的是17号和18号 来 有请两位 来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10号 智推是 男嘉宾的智推女生是 山楂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请揭智推女生 22号 善严谨 男生个性开朗 阳光有活力 对生活有热情 自律喜欢各种运动和体验 有自己独特的审美 和不错的品味和人缘 女生性格自律上进 追求内外兼修 也同样的有生活品味 爱交朋友 愿意分享 是一个付出型的人格 两个人个性相似 爱好相同 容易碰撞出爱的火花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两个人在感情生活里的边界感 也要有自己的隐私空间 我们今天供两位参考 我们来看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这个是17号 体育达人 近期规划 我的恋爱观 我的恋爱观嘛 3 互相尊重彼此信任 注重仪式感 希望每个节日 都能和喜欢的人一起过 许若彤 快刀斩桃花 不一样的我 公司分明 不一样的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若彤 这个呢就是 平常生活中最真实的我 自然不添加 那接下来私带一下我 化完妆的样子吧 哈喽 现在是化好妆的我 是不是觉得我化的妆 更有气质 更成熟的呢 那不管我有多少张面孔 我还是我 热爱收服我 且充满能量的 青春美少女 这样的我你们喜欢吗 哦 善言锦 最踏实的时候 情感导师减肥前后 最踏实的时候 我尝试过很多种生活 在办公室做白领 在国外做服员 抖抖抖抖一大圈 发现自己 还是做舞蹈老师的时候 最踏实 最有幸福感 可如此幸福的生活 我都尝了爱情 如果可以 我也想象我的爱情勇敢一次 我坚信它会向我走来 而我也会分享它 那么你又在哪里呢 谢谢 戴琪 别说这句话 动起来 男方的你 动起来 希望你是一个运动型的男生 不要成天坐在那儿打游戏 跑跑步 搭的篮球充满活力和能量 才是理想性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结果 你们还会选择开始吗 戴琪 戴琪 如果是坏的结果的话 我可能不太会选择开始 戴琪 戴琪 不在乎天长地久 我更愿意曾经拥有 就是珍惜当下 闪眼 跟着感觉走就可以了 要看当时的感觉 如果知道这坏的结果 应该就不会开始了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 选择中间两位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 告诉我们你的决定 我还是想选择 我的心动女生 心动女生 心动女生 来 三位女生请回 最后一点时间 对你的心动女生说 我觉得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注重过程的人 结果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的重要 中间的甜或者酸 苦或者辣 没有关系 只要那个人是你 我觉得 一切都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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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首先我也是不在乎结果 但是一定是我对你先有好感 因为我觉得你二十八岁 你有换工作 我觉得就会给我一种 不确定的那种因素会在 就我还是会喜欢找一个稍微稳重一点 就是那种我勇敢飞你 就是我最坚实的后动 就是永相随的那种状态 就我对你还没有那种感觉 对你 还一号 之所以还选择心动女生 可能是因为我一上台 我就看到了她 她让我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她的衣着也很符合我的深美 第二点是她在说话 跟我交流的过程中 她都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我就被这一点打动了 祝她幸福吧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与狼共舞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三杂树下 仙子杖 多吃一点也不怕 孟老师 你好 老师 你好 我是李刚 平时大家叫我小刚 我来自深圳 今年40岁 刚刚说稳重类型的 稳重的就来了 本嘉宾由拖单快 上珍爱的珍爱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情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对方能自己去逛街 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但是我下了班 会陪她去看电影吃饭 放了假会陪她一起去旅游 不 她喜欢的东西我会买给她 我不希望她在我工作的时候 我们一个个来一个 先把希望说了 你说的是 我希望对方能自己逛街 这包不包括下班以后 她也要自己逛街 下班以后我会陪她一起去 看电影 吃饭 就是不包括逛街 不 她喜欢的东西我会买给她 王淼 那如果说你下班之后 她想让你去陪她逛街 你会愿意陪她去吗 我会很愿意陪她去的 很愿意很愿意陪她去的 这是我听过的最不愿意的我愿意 对 我愿意陪她去 她说得很明确了 就是她不喜欢逛街这个行为 然后即便下班她也不喜欢去 但如果你非要 她也行 但是就是刚才这个表情去 相信你也不会开心 表姐 来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她在我上班工作的时候 平凡地给我打电话 好经验 洛佳妮 那一件急事的话 例如说出了车祸很紧急 需要你去处理一下 然后我平凡地给你打电话 你会接吗 我肯定会马上接 肯定会马上去陪你处理这些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比较重要 我只是表达就是 我不太喜欢黏人的 孙楠 你好 男嘉宾 我问一下就是 你指这个频繁打电话 是指过频繁的沟通吗 那你们俩就是平时上班的时候 不太忙的时候 可以发微信啊什么的 聊天啊什么之类的吗 上班的时间我一般不聊微信 有事打电话就别发微信了 你不是说不要频繁打电话 不是 我觉得他刚才的那一段啊 结出来是一个语言学的 一个研究的范本 他就是典型的 他的每一句话说的 都不是自己心里想的 但他心里想的 大家都能感觉到 非常奇妙 他的脸上 仿佛就像个屏幕在写字 就每一句 你都改到了他真实的意思 但他又没有说出一句 他也成功地表达 达到了这个效果呀 非常成功 而且他说话的时候 是我观察到 现场男嘉宾笑声 最多的一次 这一上来的时候 我不想陪你逛街 这边男生就 然后他说上班 不要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这他们的底下鼓掌 然后一边鼓一边看一眼 他旁边老婆没看到 再鼓掌 然后老婆一看就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就这边男嘉宾的表情 我太喜欢了 他分析的有没有点道理 他挺懂男人的 他讲话这个劲儿很像台长 到我们办公室来布置工作的时候 你们工作还行 来看第一条片子 39岁半过了这一周 我就是40岁的中年男人了 我特别害怕40岁的到来 一直觉得40岁是个坎 很多东西从此之后被抬在门外 而我不想在门外 我想在门里面 最近的发际线又上去了一点 啤酒度总是若饮若现 明天又是朋友孩子的满月酒 家里还没有爱人在等我 你怎么这么半天才过来啊 真正堵车啊大哥 你第一天知道啊 冰晶刀画了玩儿等吃呢 好的大哥 其实好羡慕他们 那几个曾经说兄弟第一的发小 渐渐都有了自己的家 喂老婆我马就到家了 只有我被困在从前 回忆起我的经历 我感觉都可以拍一部连续剧了 与其说我毕业于河南财经大学 不如说我毕业于社会大学 我在河南 北京 澳门 香港 深圳 都工作过 刚开始来到深圳呢 拿了一千块钱吧 用五百块钱在向益村租了个单间 房间特别小 门只能推开一半 房东呢就过来敲门 赶快交房租 不敢开门就装睡觉 这些年里我一直拼尽全力 做过助理 开过服装公司 工程 建筑 传媒广告都做过 现在做金融也有十来年了 现在的我在深圳拥有自己的公司 年轻的时候喜欢车 目前已经换了第十辆车了 也在深圳拥有了200平米的大平层 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房有车有经济能力 觉得挺厉害 挺风光的 但现在你看我下了班 不到家空荡荡的一个人 没有一口热饭吃 然后没有老婆 没有孩子 我厉害什么呀 逢年过节 我孤家寡人的一个 我厉害什么呀 等到大家看到这条片子的时候 我已经四十岁了 人过四十 大富翩翩 脱发泻顶 我拒绝成为油腻大叔 所以我长期坚持锻炼 在这个社会上 名利只是一时的 只有家人 爱人 能陪在你身边 才是长久的幸福 现在对于我来说 赚钱排第二 老婆孩子排第一 如果能拥有这些 我将不会惧怕四十岁的到来 我希望万家灯火 也有一盏能为我点亮 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叫临界点 生活当中经常有人会讨论某一些数字 带给我们的某些压力 比如说29和30 39和40 这些临界点我们来讨论一下 它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今年29了 还有一年我就30了 我在29岁之前 我是没有任何的年纪焦虑的 但是在29岁这一年很奇怪 非常奇怪 身边所有的人 仿佛这个社会都告诉你 你30岁了 我所有同期的朋友 他们都结婚都生了孩子 就是我到了今年 我会突然间觉得 我好像是被所谓的年轻太抛弃了 我自己的话也是面临这个坎 心里虽然在40岁门里面 但是我已经到了40岁这个年纪 很多压力 包括亲人 家人给我的一些压力 所以我也是面对了很多矛盾吧 陈敏 我感觉用形式来定义本质 是我们的一种习惯 比如说29就是小 30就大了 39就年轻 40就老了 您刚才提到的时间 时间永远是流动的 把时间切成一天一天 把一天切成24个小时 然后把一年切成365天 并且在年末的时候 加一个春节或者元旦来提醒自己 这都是我们过往对于这种时间 单降流动性的一种形式界定 但如果这种界定 把我们心态圈住了 永远受伤害的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个人的习惯是 是忘掉所有的这些形式瞬间 我自己有一个去年下半年开始 跟我老婆之间一个约定 我可以跟您分享 我们约定就是所有纪念日 都不买任何礼物 礼物如果要买全放在平时 是因为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我跟我老婆去逛街 然后看到一个羽绒服就很好 但是有点贵 他试了也很合适 然后他说还有半个多月 就到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了 那我们先不买 纪念日再买 还是个礼物 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喜欢吗 他说喜欢 我说那我们能承受吗 他说这个价格虽然有点贵 但是也可以承受 我说喜欢 能承受 那就今天买 现在买 那纪念日 纪念日就啥也不买 倒逼自己 一定要把自己的那种形式 重视的东西逼出去 你不要让尺子去逼着我们走 应该是我们驾驭着尺子往前走 我特别欣赏陈鸣刚才说的这段话 我见过一千个女生 跟男人说这个话 我是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 我告诉你 如果两个人的感情足够的信任 他是不需要在某一天来维系的 不需要 我个人非常欣赏他们之间 对情感 对礼物的这个态度 谢谢 谢谢 我再回头来说一说 刚才3号说的那件事情 你说29岁到30岁 社会给了你这个社会给 不是社会给你的 是你自己给你的 你周围人都结婚了 那又怎样 如果你周围人都生病了 你也要生吗 对吧 不是说周围人有的我都要有 在生活当中如果要有一个临界点 那个临界点给我们带来变化 一定有 我告诉你们会是什么 这个话缩下一点残忍 也许是我们父母 离开我们的那一天 或者当你富裕的那个生命 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的人生不一样了 你要对另外一个生命负责任了 这才是生活当中 可能在乎或者重要的临界点 来 21号 刚刚我看你的VCR有提到一个 油腻那个词 因为我从小听过一句话 我就是觉得富有诗书气自华 我觉得不会因为 你突然到了某一岁就变得油腻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男嘉宾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 因为到了40岁吧 首先别人一听说你40岁 就觉得你是一个中年男人 一个大叔 然后看到你的外形以后呢 他才会觉得你油不油腻 我是拒绝油腻的 我觉得我要保持好的内心和外在 我永远应该看不到 我油腻的那一面 我在这个兄弟那儿 看到了一种深深的焦虑 这个焦虑来自什么 我能理解 真的能理解 我比你还大10岁呢 只要一说中年两个字 好像后边仿佛一定跟着油腻 我认为把油腻这个词 只放在中年人上 特别不公平 好 来 我们讨论一下 你们有没有见到 油腻的年轻人呢 23号 就是那种 就是对自己会很盲目的自信 拍一张照片 今天我又被我自己的美貌率醒了 然后就觉得哇 这个真的好油腻啊 好 来 还有什么 3号 就是我还见过一种 年轻人的油腻是什么 就是抛媚眼 假如说说话很正常的交流 他突然间就耍帅就 然后跟你讲话也不好好讲 就是宝贝你没事吧 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 就很油腻那样子 给大家看 对吧 这种都是属于青年油腻款 还有没有 来 吴璇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一个男生 他拍照喜欢那种十级磨皮 我就觉得特别油腻 就模糊到已经看不清五官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了 就是他磨的时候也不在意 后边的字都磨光了 背景上面还有字都看不见了 毛玻璃模式 所以我们就讨论到这 所以油腻这个词不光是中年人 青年也一样 我刚才琢磨了一下 我有九个字字免也是要自我提醒 离油腻远一点 控油秘方 如果对男性来讲 中年男性来讲 不贪吃 不好色 不嘚瑟 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您VCR上说 可能觉得就是现在年纪 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小的焦虑 那我想知道你是希望 一年 两年之内就可以结婚 还是说我可以顺其自然 可能谈个三年 五年 我也觉得OK 你是就是怎么样觉得的 我觉得我应该把爱情 目前放到第一位 工作事业放到第二位 所以我还是很想快一点 能拥有自己的爱情 我个人以为你说的道理很对 把爱情放在第一位幕前 但是爱情不是像你现在 说的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不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 爱情嘛 起码要让人看到 我还是有机器人 我还是想跟你说 那这样的也不是一个爱情有的样子 你稍微在跟女生沟通的时候 女嘉宾 我现在觉得爱情 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你这样说还是一样的词 感觉会好很多 好吧 爱情的前提是热情 你说前面那哥们 结两次婚那哥们 你还说他心如止水 你看看什么叫心如止水 这个 不是 前面是心如止水 这个感觉心如死水 来 孙楠 你好 男嘉宾 你好好给他示范一下 什么叫活力 我觉得你的心理年龄 好像比40岁 还要再大一点的感觉 你给我感觉 你今后的生活 也特别地程序化 我先定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今后可以结婚生子 然后我再跟你说 这个爱情的这些东西 跟你那个 现在的这种表现差不多 就很平 而且满满透着不情愿 可能我表达上有问题吧 你可以再活力一点 就是有一种喝了两杯狼特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 其实我平时也是很阳光的 可能今天 不知道被怎么弄的 我是想好好地寻找爱情 然后在一起能有婚姻 能有家庭 三口之家 一起逛公园 享受天伦之乐的 我现在把爱情放第一位 就勇敢地往前冲 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好 刚才好多了 多久结婚 再多久生孩子呢 我觉得我今年就要去 勇敢地往前冲 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拦我的 往阻拦也不行 对 因为我是在北方长大的男人了 现在 哎呀 哎呀 他终于来劲了 我感觉很大 你再看下一条 谢谢 最近我一直在问自己 40岁还能拥有爱情吗 我也不是没有拥有过爱情 20岁我遇到了一个女孩 她想尽快跟我结婚生子 但那时我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认为事业还没有完全稳定 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 30岁我和一个比我小 10岁的女孩在一起 我是社会派 她是学院派 我喜欢吃火锅 她喜欢吃日料 我喜欢国内搞笑电影 她喜欢外国打片 我认为她的裙子太短 她却认为这是性感 或许是年龄的原因 我们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现在我即将跨入40岁 想要结婚生子 组建家庭 40岁还能拥有爱情吗 我说的不是婚姻 而是爱情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条件不错的结婚对象 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对象呢 以前我会给自己设定很多限制 有一些女孩子只想谈恋爱 不想结婚的不适合我 还有一种就是离过婚带孩子的 我觉得她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不过现在我没有这么挑剔 希望找到一个温柔可爱 文静的女孩 40岁的男人还能拥有爱情吗 今天我会找到答案吗 林伟霞 男嘉宾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第二段感情的时候 你说你女朋友比你小10岁 然后因为年龄的差距 觉得不是一个世界 所以你现在接受的年龄大概是几岁啊 主要是我跟她世界观 价值观 三观 和一些认知上的差别 性格上的倔强导致了一种遗憾 并不是年龄的问题 年龄上我觉得问题不大 好吧 你还留的吗 谢谢 不好意思 起码在刚才这个片子里边 回到我一开头跟你分享的我的看法 其实年龄带来的差距 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大 我更认为这是个体差异 我们回忆一下片子里边 我爱吃火锅 他爱吃日料 我要看国产搞笑片 他要看海外大片 这是年龄导致的吗 这种事情完全可能出现在 两个25岁的年轻人 也有可能同时出现在 两个45岁的中年人身上 这是个体带来的差异 不是年龄带来的 对吧 所以你不能把出现这种问题 都觉得年龄带给我的压力 没有那么大 还有你想想看那些女孩 她在你身上 想要寻找到的是什么 起码中年人不能失去的 两个东西 勇气和活力 然后我两个子一断 谢谢我 冠方山楂树下 分成勿扰 马上回来 冠方山楂树下 分成勿扰 精彩继续 节目最后 感谢冠方山楂树下 对本节目的冠名 感谢港容真蛋糕特约播出 感谢狼牌特区赞助播出 感谢至爱好礼特种兵 声榨耶知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陈克明面条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999感冒 零赞助播出 感谢明月镜片 想要征婚乡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真爱网百合网 世纪家园网荔枝网 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下载荔枝新闻 换个角度看乡亲 解锁高甜恋爱宝典 看节目欢迎登陆荔枝新闻 大蓝金 新浪新闻 一点资讯 扎克尔360娱乐 了解更多资讯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同学时间 再见 姐妹们 今天我请客 大家放开了吃 好不容易聚一次 你们怎么都不吃呢 我妈都说我胖了 我昨天吃多了 现在没什么食欲 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 山楂树下 由新鲜山楂鲜榨而成 里面有百分之百的山楂果含量 不仅好喝还消食 美食多吃一点也不怕 聚会一定要带上它 还有这种好东西我也要喝一瓶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最近气色变好了 每次餐前我都会喝山楂树下 特别开胃 边吃边喝 特别解腻 再也不用担心吃多的烦恼了 难怪看你怕我最近都在分享美食呢 原来你每次出去都带上山楂树下呀 那从此以后美食和身材就可以兼得了 那我要多来几瓶山楂树下 来 我们一起变美 干杯 我喜欢射箱英雄串 金鸟侠侣 台上也有学跳舞的吧 比赛比赛比赛 今天还想怎么过这个时间 明年的今天也要一起过